首先這次改版最重要的東西是 我們的智能信箱終於出了 那現在有智能信箱的情況下 整理道具就會變得非常非常方便喔 整理造具就會變得非常非常方便喔 那不過這邊你還是要先把道具 先稍微做一下拍板啦 那整理好之後 這樣子智能信箱就會幫你把道具都分類好 這樣是不是最快的 那再來是大家應該都會背著氧氣瓶到處跑吧 那其實簡單本身覺得氧氣瓶不好看喔 所以我們如何把氧氣瓶隱藏起來呢 在我們的服裝設定的左下角有個外觀搭配 點擊外觀搭配之後 我們只要把氧氣瓶顯示不顯示就可以了喔 那這邊好 簡單雖然沒有背氧氣瓶 但是我們下水看看喔 這樣依然是會有氧氣瓶的效果喔 這樣依然是會有氧氣瓶的效果 所以這樣是比較好的 接著我們來解釋 新舊日程最大的差別喔 新日程是把所有的熟練度 它把所有的熟練度已經集中在於每日任務上面 那每日任務以完成任務的方式獲取任務點數 那再把你的任務點數呢 換成執行點來領取相對應的熟練度 所以這邊簡單還是會建議各位 解新日程的速度會快非常非常多 那我今天把新日程解完大概只花了一個半小時 會比原本包括解18才11隻來的快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邊還是建議各位切換新日程啦 畢竟不要再這麼干擾 這遊戲不適合花那麼多時間玩 那新日程該怎麼跑呢 首先我們會看到 這邊它有說今日執行多倍雪山地圖的話 完成尋覽論可以獲得兩倍熟練度 所以多倍雪山我已經先跑完了 那再過來的話 跑完之後我們去跑懸賞任務 因為目前懸賞任務 每4次懸賞任務可以獲得30點 那一共有5個 一共有5個地圖 那5個懸賞任務全部結完 就會獲得150點了 基本上就已經算快完成了 那剩下的10點怎麼解決呢 剩下的10點我們觸發臨時委託 什麼叫臨時委託呢 就是早期的18才 早期的18才11次一共可以解29個任務 一共可以解29個任務 那現在不用解那麼多了 現在基本上你只要結完18個 你18個結完之後 後面就不會再接到任何任務了 所以這邊的話 新日程我會建議你們的跑法是 第一個先去跑今天兩倍熟練的獎勵 那再過來是把所有的看板任務結完 因為每個看板還是會給你500斤條跟新幣 所以看板全部結完 那剩下就是看你們的採集 是缺採集缺戰鬥 還是缺製造 那這邊的話就是用臨時委託去接 那你以前好在哪裡 以前我相信大家有解18採截刀那種十字稿 挖斷兩三隻都還沒有出18採集道具的時候 這時候你現在不會了 你真的只要挖超過10分鐘5分鐘 沒有出採集道具就直接放棄掉了 你去下一張地圖挖都還比較快 因為目前一共會有 一共會有 我們來算一下 一共應該是 1 2 3 4 5 6 目前共有6張地圖會出採集道具 從秋日 遠心 沙石 沼澤 白樹 跟多倍雪山 然後每個道具基本上都會出3個採集道具的情況下 就總共有18個了 所以你現在不用再去挖斷十字烤還挖到採集道具 沒有就PASS掉了 沒有的話你直接去下一張地圖 解製造、解戰鬥都會比你在原地一直接採集還要好 除非你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想把你的採集衝到48以上喔 不然現在解新日程這樣解是快很多的喔 好到這邊來試一下 如果說這邊的自動完成啦 等這邊完成之後 我的 我日程這邊就馬上完成了 所以 目前來說的話 你 秋日加沙石至少就可以完成60分了 好那我們現在測試一下 我目前已經拿到了18個採集道具了 那他這邊也顯示說今天隨機NPC任務已經完成了 目前繼續努力 不過我這邊想測試看看的是 我是否 我是否能夠再獲取到18採的道具嗎 那我們這邊來測試看看囉 我們會出現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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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確定的說 只要你們日程這邊的隨機任務結完18個之後 就不會再獲得其他的任務了 這邊已經不能再完成了 這邊看得出來那烏舊令 練功已經沒有戰鬥熟練了 所以戰鬥51之後是不能拿590再練功的 如果你們戰鬥已經高過51了 那拿590就不會有戰鬥熟練了 所以如果你們之前有囤 有囤一些像這樣 簡單都有囤一些戰鬥的彩底道具 那等戰鬥51之後再來換比較好 今天的節目到這裡就結束了 如果喜歡記得按讚按訂閱並分享喔 感謝各位的收看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